因为我只是新手 那我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筹码 我是必须仰赖贷款 才能往下走 就合口袋没那么深 对 我当初规划 我并不想要长期持有 所以我会建议 假设您是新手 您是菜鸟的投资人 赶快下车 其实大部分的社群 群组最后都会变成 纠团中心 就哪边有卖房子 我们赶快搭纠团去买 所以你知道新手有一段时间 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完全没有接待中心 他们根本不用卖接待 只听说 哪个建商即将要推案 就卖光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关 欢迎收看 操玩手的秘密 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 在今天我们来谈谈打炒房政策 观众朋友你可能会说 打炒房政策 不是说过了八次吗 大家都在说打炒房政策 诶 今天没讲 过去是墙上挂挂 纸上画画 嘴巴说说 媒体放话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已经一读通过 即将要三读 换出来就是说 打炒房政策 即将修法成功 一旦修法 一旦立法之后 那都不是青菜公共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是 到底在之前已经放那些 红虾 到底对房地产的市场 在确定落实修法之后 还会不会有影响 那么之前在放风声的过程当中 投资客会不会都已经下车了 那他们会不会都已经 在市场上被洗掉了之后 留下来的会不会就是 自住客最好进场的 时机点和房价 我们也不知道 还是修法过之前 还会有一波沙盘 这波沙盘我们应该站在买方吗 还是要等它落底再来做决定呢 在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 来谈谈政府的打炒房政策 邀请到中华民国地震室工会 全国联合会名誉理事长 李佳莹 佳莹理事长 是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要请到政政大学地震系教授 林佐玉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很多朋友教授 都说现在台湾 大家都没生小孩 都没生小孩 所以出生率越来越低的情况 从长线的角度来看 房地产怎么会涨呢 这个问题好像持续很久了 就是长期的生育率 好像慢慢的已经在降低 但是现在更严重了 现在最新报告是 已婚夫妻超过五成 不想生小孩 五成 那房销为什么一直涨 为什么 因为钱越来越多 所以房子是投资商品 已经不仅只是生活需要了 我听过有一个朋友说 房子不是人在买的 是钱在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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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要回到供给跟需求来看 所以供给和需求现在 有一个理论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叫做新经济地理理论 新经济地理理论 这个是克鲁曼博士提出来的 美国克鲁曼博士 他是一个诺贝尔的 也就是说 他是在一个都会区里面 非常多的这种资源 而且交通建设也发达 那他的很多的这种成本都可以降低 比如说你找工作的机会比较多 那你交通的成本也会比较低 或者是比较迅速 那这个现象就会汇集很多的 乡间的人口进入进来 这个都会区里面 那导致都会区的房价 持续地有需求而上涨 所以说我们在讲的这种房价上涨 事实上是以都会区为主 也就是说人口因素只是占一部分因素 那包括资金的因素 但是总人口数虽然是下降 但是人口持续进来都会区 会集中在都会区 所以不管年轻人生不生孩子 这个房子可能都要涨价 但是我们来看看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到底台湾的房价是不是真的太高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永远都是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 但是只有我们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全世界年轻人都说 买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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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跟全球来做一下比较 教授 如果从全球的房价收入比来看 其实比台湾还凄惨的地方很多 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南韩 南韩他们的房价 如果和所得来做比较的话 他们的房子比我们贵 甚至连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虽然浮原那么大 有很多乡下地方 二级城市三级城市 但是它平均下来 中国大陆也比我们贵 那香港就更不要讲了 香港还排在第三名 对 我们从房价跟收入比 或是房价所得比来看的话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分子跟分母的关系 那当然我们看到前半段 这个很贵的地方很多都是 它收入相对上比较低 你看到加纳、叙利等等 实际上 它的分母非常 所得非常相对上比较低 所以说它这个数值就飙上去 那香港的话它是 人口密度非常非常高 那房价当然就涨上去 而且它又开放 让入资进去买房子 但是没有想到 中国大陆的平均 房价收入比还比我们高 哇这个非常的正常 真的吗? 因为我们知道 当然大陆的北上广深都很贵 我们知道了 但是大陆有很多乡下 二级城市 边缘地家 那如果它平均这么高的话 就代表 它们连二级城市的房价都已经很高了 一级、二级、甚至连三级都很高 都已经很高了 对,因为他们也是有这种政府 中国的政府也是有保住房市不让它跌 所以说它之前还有一个政策就是 鼓励农民工买房救市 这种政策 买房救市 那你说它跌不下去 那又鼓励用这种所谓的房地产 当成是火车头工业来推经济 所以说那它人口又那么多 那十几亿人口 那当然又引进去刚刚我说的这个城市里面 所以说它的房价收入比或者是所得比 那当然就在我们台湾的前面 好 但是回到我们台湾呢 因为今年是选举年了 可以想见政府是一定要打房的 因为说实在的 没房子的人也是一票 有房子的人也是一票 但是问题是 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 这个民怨高涨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年轻人和年轻人之间 会有所谓的扩散效应 他们影响力会比较大 你说有家的人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要回事 但是没有家的人 他心里的那个怨 对不对 愤 所以那个愤青 他们的感染力很强 所以通常在选举年 那就一定会出手打房 但是这个打房有没有效 力度多大 还会不会影响到市场 这是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 这一次他们要怎么打房 我们先往下来看 我们先来看 现在的修法方向 有五大方向 这五大方向呢 包括限制预售屋 和新建成屋的换约转售 第二个呢 是炒作可以罚天价罚款 高达五千万 第三点的修法方向是 预售屋买卖解约的话 你要申报登陆 第四个修法方向是 管制司法人买房子 也就是要改成许可制 你要申请哦 另外要建立检举奖金机制 预售屋现在到底 有没有出现下车潮 我先来问佳莹 因为佳莹 现在有两方嘛 一个是建商 一个是投资客 建商呢 据说出现了毁约潮 投资客出现了下车潮 因为这一次的修法方向 焦点和目标 好像就是在预售屋 你是代书嘛 所以经手很多房屋的 换约啊 或者是转换啊 所以现在有没有下车潮 我想刚刚谈到的建商的 毁约跟下车潮 可能是两个方向 对不同 因为以建商毁约 所谓毁约 我们可能讲的比较 耸动一点 那应该是洗手 或者是想办法 呃 在客户不 呃 这个 呃 所谓契约不太进行旅行的时候 他也不勉强去 一定要让他 那不一定要 现在很多建商是已经买出去了 开房间 他就会了 这有奇怪教授说也是有的啦 那我们先讲 因为你是 呃 你这个行业会接触很多人 比如买卖房子嘛 嗯 那过去呢 预售物要换约 其实很容易 是的 或者买卖也很容易 是 那现在呢 一旦修法通过之后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所以是不是很多的投资客 会敢在 呃 实施之前 赶快下车呢 我想 呃 有这种情况 而且我觉得这个趋势 除非是 我们 这一次的4月7号 行政院 他所谈的这个修法 一直在立法院一审的这个部分 呃 我们推动的方向是确定的话 我想很多的 呃 投机客吧 哦 他应该是会赶忙的来下车 这会在实施之前 呃 这个才能保障他后续安全下车 他现在是一读通过 是 那要经过三读 有抓过时间吗 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实施吗 呃 关于立法这件事啊 我觉得 政府如果要强制处理的话 其实很快就会通过 哦 当然 我看了这一次的草案 他在设计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是留有一些空间 给这些所谓的投资客 他有一个呃 转换的一个期间 让他可以赶快下车 哦 他还是给他下车的时间 他其实他有在里面的立法理由里面 有做这样的设计 所以有给他一个空间的意思是 所谓的空间就是 他立法草案里面 他立法理由特别谈到 如果已经公告施行 哦 之后当然之前的就不追究 也就是说 在你公告施行之前 买的房子 买的房子 是的 赶快去换月赶快去转手啊 对 所以他们必须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氛围出现了 那只是懂得人他就赶快下车 不懂得他如果还在观望 有可能就会被卡住 所以当投资客出现 嗯 大量的换月潮 抛售潮之后呢 会反而酝酿出好的自助客紧张点 我们这个部分都会在来谈 嗯 博伟问一下教授 那建商这边呢 据说出现了混月潮 建商为什么 已经买了 又会 一般的原因是 这个 在预售屋里面 常常看到 也就是说 预售屋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选择群 嗯 那也就是说 你支付 比较少的订金 甚至是红单 是 你就可以 订一栋房子 那当然可能是在 两年之后才叫屋嘛 嗯 那比如说 你缴十万块的房子 你订一千万的房 你缴十万块的订金 订一千万的房子 对 那问题是 假如 房价涨到一千两百万 这一两年之间 或甚至半年之间 涨到一千两百万 涨了两百万 那建商它只要 把你的 定金还给你 也就是说 它要支付罚金 是你的定金的两倍 也就是说原来你的 假设你想要付十万 你的十万还给你之外 我再支付给你二十万 还要赔你二十万 赔你二十万 那我就可以在外面 再卖给人家一千两百万 所以对于那些 我就 短期间急速飙涨的地区 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就有可能 对 所以说我们才说 所谓的解约潮 或者是毁约潮 它也是按照契约在走的 如果是温温涨就不会了 如果是短时间 它还在销售期间 比如说它一月份开卖 它卖到八月份再clean 搞不好在这半年当中已经涨翻了 可是它初期卖的时候 卖的价钱可能相对比较低 对 那后面一直在涨价追价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会发现 这钱没得太少了 对 所以是不是就有可能 会出现这样的毁约潮呢 据说有些建商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这种建商标识 他信用不好 这种建商阿伯不贪到买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次的修法 好吧 我们刚刚谈到五点修法 其实大部分都是针对预售屋 还有是针对投机客 就是炒房的 比如说你旧团的啦 或者炒座的啦 甚至还有一个检举奖金制度 我们等会来好好谈谈 检举奖金很高吗 真的有人会去检举吗 我们先来讲 刚刚讲那个换约翰转售 下车潮一定会看到 问题是不会等到最后嘛 对 他一定会在实施之前 他就会提前下车了 所以陆陆续续在传出 要针对预售修法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有很多投资客 开始出现下车了 所以市场上比较动荡的筹码 是不是你洗过一遍啦 教授 我在看会有下车潮 但是不会全部 也就是说 有些还在看还在观望 有些人在观望 没错 但是有一部分 他就 我就直接给你干脆 赤道 转 家屋 甚至当成城屋 那就没有关系啊 那这样他就算是长期持有啦 没错 也不是政府要打的对象 所以说 这个效应会是抓小放大 抓小放大 你资金小的他就下车 资金 口袋比较深的 我就跟你玩到最后 他跟你拗 拗到最后 反正到你这个管制条款 新的管制条款 管不到我的时候 我再来出手 但是他有特殊情况可以 对不对 他是不是有特殊情况 还是可以换约 因为我看到 还是有 他就转卖啦 他就变成城屋 他说还是有因为 比如说重大伤病 非自愿性失业 或重大事故 你实在就没有办法 履约的 这些他还是让你换约 我可以拉回来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所谓的 刚刚所谈到的这个 这次的修法的草案里面 它是在 所谓宏丹这件事 其实在去 109年7月1号以后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他所要规范的是 我如果已经拿到使照 然后呢 我还没有第一次登记以前 我已经拿到使照 对 我已经跟建商签完了 所谓的债权的 买卖契约 就是我已经签了约了 对 我已经签了约了 不是在红单阶段了 不是在定金阶段 不是在那个阶段 不是在那个阶段 那你签完 买卖契约 他现在要控管 因为早期在109年7月1号的 那个管制里面是 我既然管红单 可是我跟建商 我已经签完约 我有一个债权契约存在 我可以转 换约的 那时候还是可以换约 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 还没有修法通过以前 我现在还是可以换约 那现在他所要控管的是说 好 你一定要等到 这个所谓的 第一次保存登记 然后我过户 给乘买人之后 就是买方之后 那成为乘乌 这一段 他就暂时没有管到那一边 也就是说 以目前来讲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次的 预售屋的一个 这个风潮啊 很多不只是来自于我 口袋满满的投资客 因为在投资的氛围里面 那个可以赚取差额高价的 利得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吸引非常 你本来根本没有在从事 投资的这些新手 或者所谓的菜鸟 是这样 你会跑到市场来 是 前阵子在南部 对不对 对 飙涨的速度 其实在我周边有很多 他是投资新手 或者说年轻人 他因为听了 或者说朋友有这样做 所以他会被网路 会被一些讯息所吸引 他也去投资 之后他有赚到一点利得 所以这些新手投资客 有可能是在我们这一波 要洗掉的 最先出场 因为我只是新手 那我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筹码 我是必须仰赖贷款 才能往下走 就合口袋没那么深啊 对 我当初规划 我并不想要长期持有 所以呢 我会建议 假设您是新手 您是菜鸟的投资人 赶快下车 除非我们的内政部 他对修法不坚持 他如果坚持 后续影响的这个成分 对我们新手投资人 是很严重的 我想这个修法是一定会过的 你那个你执政党在立法院 官方这个投票 剩人头买鬼嘛 这是一定会过的 再加上今年要选举 就一定会过 所以刚刚嘉莹也特别提醒 不要再心存官网了 如果你的口袋不够深 那你当初去投资这个房子 本来就只是要做短线的 那更有可能 因为这个修法之后 就被卡住了 所以一旦不能换约 那后面你要付的钱 真的算好了吗 你后面要付的工程款 接着紧接而来的贷款 你有没有办法支应 这个自己都要好好算一下 所以我们提醒一下观众朋友 在之前呢 其实去年红单就不行了 换句话也就是说 红单是什么 红单就是刚刚老师说的 可能你拿五万十万 你就可以订个房子 那之前很多人 五万十万订了一间房子之后呢 他就去转手了 所以他用非常非常小的本钱 就可以赚取很大的利润 不行了 那后来呢是你可以换约 可以换约就是说 你除了付五万十万的 红单订金之外 那你要付一个签约款 那你成本就变多了 但其实签约款也不多了 通常就是 10%左右 就是房价 假设一千万的房子 大概就是一百万 那之前你可能付十万就可以 现在大概付一百万 假设一千万的房子 所以你付了一成就签完约之后呢 你还是可以转手 所以还是有很多投资客在 比如说之前涨幅很大的 像台中啊 新竹啊 台南高雄 他们享受快速获利 所以他们就赶快进去买 然后签完约之后再赶快转手 因为其实以房地产的利润来说 就会合的啊 我如果拿一百万签约了 可能我就马上会有10% 20% 甚至更高的涨幅 那当然就划算 可是现在连这个都不行了 对吧 对 现在连这个都不行 所以你就要算 如果你本来以为你一百万就可以赚钱了 那糟了 你卡住之后呢 你这中间的工程款 后面的贷款 你能不能负担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投资客 这个要特别留意 所以第一个是 预收将来是不能够换约的 原则上 除非我们还会 刚刚那一张 我有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特殊条件 比如说你的财产被强制执行了 是的 你的配偶近期因为重大生病 必须要长期疗养 或者你自己失业了 或有重大事故 你实际上是够不理三种 这一种 你可以还原 那除了这种之外呢 除了这个正面表裂的 这些因素之外呢 原则上是不行的 这是第一个修法的方向 那当然就会有一些下车潮了 快邀请小房加入 9群组 和亲友一起找寻 最适合你的房子 第二个方向呢 我们来谈谈第二个修法重点 第二个修法重点 是重罚不动产炒作行为 博教授这次罚款非常高 高到五千万 那我就在想 这会不会是形式上的 因为你要重罚它炒作 什么叫炒作 你还要证明它是炒作啊 那怎么证明什么叫炒作行为 所以我刚刚就说 它会 做小放大的行为 那所谓的放大就是 它口袋深的 它就会闪避这个 被你定义为炒作的行为 那我假如 预收我把它转成变成 我持有 变成成成屋之后 那我给它囤个一年的空屋 它还是新屋啊 那当然我的口袋很深 那问题是 那没关系 我们有房地合一税可以解决这件事啊 因为它如果一年后它就卖 假设它过后一年后就卖 那它就可以缴那个四十几%的房地合一税啊 我还是跟你对分啊 我还是赚啊 你以为 大家以为房地合一税真的是重税吗 我赚一百万 我只是跟政府对分而已 政府最多还是拿四十五万种 它不是 它是资本利得税 也就是说 有赚钱才分啊 有赚钱 有赚钱才可的 那我到不了 没赚钱政府也不能够分啊 没错 所以 这个还是一个回到结构性的问题 也就是当然利益是良善的 我觉得这个 要管制或者是遏止预售物的炒作 我们的利益是良善的 那但是整个的 市场上的结构 假如是持续的是有政府 那持续的来支撑 比如说房市 不是让它不让它下跌 而是只是热见它上涨 不热见它下跌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想要赚取价差的这些投资的资金 你说政府应该是不热见它上涨 政府不热见它上涨 长期来讲政府是 应该是不热见它下跌 长期就 那这样不热见它下跌 它干嘛还要 允许它 它干嘛还要打呢 不跌 就是不希望它下跌 那它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政府是不希望它跌 不希望它涨就对了 对对对 只是最近涨得太凶了 那政治上面它有压力 政府它有压力 那为什么它不热见它下跌 因为它有很多的 比如说金融上面的稳定性的理由 它会去跟银行贷款嘛 对对 那或者是房屋税 地价税 也是跟不动产的税计有关 还有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有房子的 对 因为它跌这百分之八十的人 它也不希望自己手上的房子跌价 是 那还有你的未来我们的很多的建设 比如说捷运或者是厂站的开发等等 很多都必须要有房地 房地产长期的 比如说不要下跌 不要说暴涨 它才有这些所谓的资金的来源 所以就说老师认为 如果政府的心态一直是不希望房价跌的话 即便它现在寄出打炒房的政策 恐怕也不见得能够真的收到实际的效果吗 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会有一些折扣 那我们回来讲这个 不容易 重罚不动产炒作行为 我们回来看这个修法的第二个重点 那它要怎么 它要怎么认定什么是炒房的行为 炒作的行为 我想在我们的修法草案 其实它很明确地列举了几个项目 包括也有一些概括的处理 比如说你有用网际网路 电子通讯说明会 来做一个团购行销的 团购不行是不是 揪团购不行了 对 类似这种比较影响市场面比较重大的 它才会去认定所谓 我们有罚款五千万以下的这样的高额 一百到五千万 包括您有通谋虚伪 或者是虚伪的交易 营造不动产活络的表象 从它所 可是这个都很模糊 什么叫做营造不动产活络 除非你是安排Sakura去排队 这种算吗 之前不是新竹都会去排队吗 所以树定被抓到 有检举人 假设有检举摩人 有人安排Sakura去排队 这种应该算是炒作行为 另外就是我知道以前在新竹很流行 什么就是那种 Line的社群 比如说我是新竹人 我现在随便举例 他们可能就有社群 或者我想买竹北的房子 我想买产业园去附近 他们有很多很多Line的社群 那在社群的时候 他们就会一直互相讨论 比如说我自己买的房子 我就会把我的经验给大家分享 本来刚开始的利益是很好 就是说大家买房子互相交流 经验分享 但是大部分的社群 群组最后都会变成揪团中心 就哪边有卖房子 我们赶快大家揪团去买 所以你知道新竹有一段时间 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完全没有接待中心 他们根本不用卖接待中心 只是听说哪个建商即将要推案 就卖光了 他们就用光光那些揪团的人就买光了 所以这种应该算是炒作行为 所以将来如果在网络群组上揪团的话 那这种算是炒作行为 还有刚刚佳莹说的 营造那个玩销的假象 所以排队的啦 假的啦 Sakura那种也不行 所以现在大概很少人敢去排队买房子了 因为闭门销售潜销也不行啊 饥饿行销也不行 加价换约转售也不行 本来就不能换约了 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炒作行为 现在罚款高达五千万了 当然是一百到五千万 不过这个难度应该是在举证啦 就谁能证明他这叫炒作 如果他说排队这些人真的要来买 都没有Sakura 那你要说哈斯炒作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认定上的问题啦 但是可能它是一个吓阻效果啦 好我们再往下来看 第三点是检举奖金制度 教授你觉得检举奖金制度有效吗 检举奖金制度应该会有效 一定会有效啦 应该是说一定会有效 但是会不会变成了相当的腐烂 那比如说我看到你买了房子之后 那可能什么时候出手 OK那像我刚刚所说的 他变成成乘务之后 OK他再来出手 或者甚至几年之后 几年之内再来出手 我就来这里给你检举 那我说我要这个检举奖金 你觉得会有很多那个检举摩人啊 可能会有检举摩人 反而造成另外一股乱象 我常受到罚单都是怪怪的罚单 就是很多检举摩人在路上乱拍 比如说我可能在转弯的那个 转弯的地方车子不是有那个线吗 我可能转弯的时候没有 车子没有在那个线里头 也被拍过一张照片 所以这个通常呢 我们路边的拍照呢 大部分都拍超速啦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闯红灯啦 但是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 那个地上的那个分隔线啊 你不小心超越一点点 这种大概拍照不会拍 但是检举摩人会拍啊 对 所以我曾经收到一张法案 是检举摩人说 我超过线一点点啊 他就给我拍照了 那我也得乖乖去缴发单啊 所以将来会不会很多房地产的检举摩人 我们就不知道啦 但是当然也不是检举就一定会被成立嘛 当然有管单位就是要去好好的查一查 所以其实检举者呢 检举完之后 主管机关还会去针对他检举的市政去稽查 那稽查确定有这样的操作行为才会开发了 但是也因为有这样的检举制度呢 据说现在所有的纠团社群网站都消省理机了 因为那个很容易留下记录嘛 因为你在网络上对话 人家只要截图 而且你只要加入这个社群 就很容易看到他们之间对话 所以据说那些社群都已经关了 那个就纠团的那些社群就没了 就是怕被检举 另外呢排队没了 之前不是很多台中啊新竹一大堆那个排队 拿椅子拿号码排漏页排队那个没了 因为那也很容易被人家拍照被人家检举 所以这些至少这些乱箱目前是得到至少稍微得到抑制了 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对炒作房价有效我就不知道了 第四点我就要好好问一下了 司法人取得住宅要许可 这是什么意思啊佳莹 我想因为公司司法人就是一般公司嘛 是 盈利单位司法人 基本上他是以运作他的业务来完整他的那个公司的营运 而不是用买卖房子来赚差价成为他的工具 可是公司说我就需要一个房子啊我不能买吗 OK啊你可以把你的使用计划表达然后申请许可 比如说我是要做员工宿舍 是可以的 我要住给一些经常来外地来台北上班的员工 是可以 可以可以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个限制所谓的住宅使用这个部分啊 他是有一个空间的 你可以提出使用证明 然后来承报为什么您需要买住宅 因为公司基本上你可能要买办公室嘛 但是办公室没有限制对不对 对没有限制 如果公司去买办公室是不用经过许可 没有限制 但是你买住宅就会被限制 是因为住宅是给人住的嘛 概念是这样 所以他只就住宅的部分做限制 那至于你如果有其他的需求 比如说您想要做这个所谓养老啦 或者是所谓要开一个那个养护中心啊 那是另当别论 那当然是可以的 那只要申请许可 老师为什么要限制这个部分 是不是因为之前很多公司呢 因为台湾一人公司真的蛮多的 他们那个养护中养护中心也很多啊 所以很多中小企业或微型企业 他自己有开公司的 他自己就是老板 所以他经常呢利用公司的名义去买房地产来结税 所以据说之前很多这样的情况 对吧老师 以前因为房地合一税2.0之前 公司还没有纳进去 就是还是没有在45% 35%范围之内 所以之前公司的税比较少 相对上就是比较低 20% 但2.0之后都一样了 2.0之后就纳管 那既然都一样 就没有必要用公司的名义买 问题是他还是可以去比如说炒作预售屋嘛 比如我刚刚说他的口袋比较深 我们个人口袋比较浅 公司口袋比较深 那你假如没有纳管 比如说除非你是要买来当成是员工宿舍 那你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那你是一人公司 你凭什么买员工宿舍 这个就有一点点效用 你买什么宿舍不是吗 特别是他既然是许可证就是要申请嘛 要申请就挺麻烦的 我说真的 如果他真的是要炒作 他想起来就麻烦 他还是 对对对对 但是他还是有 比如说真的大公司 尤其是他 比如说他有很多人 这个员工 他假如真的想要做 炒作的动作还是有办法 因为他说我要员工宿舍 我有几百个员工 那可能在哪里上班 我要去出差什么等等 可能还是有他的漏洞 但是纳管 我相信就纳管的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有可以在严格的审查 所以其实呢 司法人也就是一般私人企业 买卖房地产 或者是说 投资房地产获利有两种 一种是呢 它是以企业之名 行个人投资之使 有一种是这样 一人公司嘛 本来公司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公司 那我就用公司的名义买 这是一种 第二种就是老师说的 他真的是企业在做投资 可是他假借 假借说我今天是要做员工宿舍 或者我们来做炒作 那将来因为有许可制 就会经过主管机关的审核 你是真的要做员工宿舍吗 还是你只是假借要做员工宿舍 但是要来炒作房地产 这个时候经过许可制之后呢 主管机关就会有查核的权利 那是不是就那么容易炒作 那当然难度就会比较高了 所以另外一种就是这个企业 真的口袋蛮深的 做行李客人贪不做房地产更多 所以干脆来做房地产 所以有很多企业是透过买卖房地产来赚钱的 这种也有 那司法人取得住宅用房屋的许可制呢 在修法通过之后 私人企业要买住宅 不是买办公室 买住宅就变得难度比较高了 好今天非常感谢教授以及佳莹参与我们的讨论 针对即将三读修法通过的新的打炒房政策呢 两位专家给了非常好的意见 那我想每个政策我们都做了了解之后 到底要不要趁这一波的下车潮 经常去买房子 那各位就好好的针对自己的情况 好好去估量估量了 好谢谢您的收看 也祝大家买房或者是卖房子 或者是在房地产上呢 都能够非常幸福美满 不要每天为了房地产而烦恼 好谢谢两位谢谢 超伴手的秘密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有一点 Living Village 我跟你在玩的时候 欢迎来把这到hou看